这样的话也会很脏 所以这种战术也是非常的漂亮 放在镜子上了 直接击他 那么这波现在拼下来对于这个装方来说 虽然上方选手是被飞了一只宠物 可是整体上面并没有因为这个宠物被飞而产生什么巨大的问题 反而是下方选手好像从一开始 从上方开始换了宠物之后感觉打的有一点急躁 那么这波的话上方的选手全部撞在镜子上了 这也是给上方的这个展开反击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那么现在下方选手的这个关注重点 就在于这个已经被击飞过的这名选手 击飞过宠物的这名选手的这个新宠物上面 可以说他现在看起来好像在打其他的 但是他打其他人的这个目的就一个 就是让你要这个在保其他人的时候 我再反过去把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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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 锯水击虎给这个击飞 他的目标就在这里 你看着他这个好他现在这回合破光了破完了所有守护 哇这是双城破肯定有后手 直接击飞哇非常漂亮我说吧 我在他打之前我就已经准确的预言出他的这个战略意图 刚才就是前一回合只是虚晃一枪去集合打你的队长号 那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你去保队长号 那然后转向再去打你的这个被飞的这个宠物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下方选手应该说 从战略上已经占住了一个主动权 那现在他的目标就是稳扎稳的 而上方的选手啊他从战略上是劣势 所以他现在可能会更趋于我用冒险的打法 我打你的宠物跟你拼我已经处于劣势了 那如果我就唠开你的宠物直接直接啊 直到狂龙打你的人物呢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看到啊接下来在之前下方选手 再次击飞上方的宠物之后啊 现在上方已经完全转变了原本的战术 不再跟你纠结于宠物啥的 我就打你人 这个打不动我就打那个 那个打不动我就打这个 这个打不动我就打这个